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字读和写第81集 我们从今天开始复习字的起飞 第一集目之一 起飞,take off 第一组 这个字,樱,樱,樱花,樱花 樱桃,樱桃,樱桃 下一组 羊,羊,羊树 羊树,羊树,羊树 羊树 柳树,柳树 松树,松树,松树 柏树,柏树 柏树 桐树,桐树 桐树 杜树,杜树 杜树,杜树 杜树 所以这些字都是左边木字 木字加上右边 这些都是跟木有关的字 它们都是一种树 树,tree, trees 下一组 树根,树根 树根 那么 root是根的意思 树 树根, tree root 树根 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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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枝,树枝,树枝,树枝 树叶,树叶,树叶 树叶,树叶 树枝,树枝,树叶,树向 树枝,树向 最后一组 村 村 村 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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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mountain , mountain 山村 山村 mountain village 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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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small 小村 small village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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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复习这篇短文一 短文一 短文 short article 村里有一片树木 村里有一片树木 其中有桃、礼、杏、樱桃、无花果等水果 其中有桃、礼、杏、樱桃、无花果等水果 每当春天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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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朵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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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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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夏天和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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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树枝上满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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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的香气流动在全村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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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们忙着采摘 采集各种美味的果实 村民们忙着采摘 采集各种美味的果实 村民们忙着采摘 采集各种美味的果实 有水果也有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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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在树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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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们则坐在古老的长木桌子旁 说这久远的故事 老人们则坐在古老的长木桌子旁 说这久远的故事 老人们则坐在古老的长木桌子旁 说这久远的故事 那么这篇短文的意思 你有没有猜到 那么我们再把这篇短门完整地 我们再把这篇短门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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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的香气流动在全村内外 村民们忙着采摘 菜及各种各种美味的果实 有水果也有干果 孩子们在树下玩 老人们则坐在古老的长木桌子旁 说着久远的故事 再读一遍 短文一 村里有一片树木 其中有桃、梨、杏、樱桃、无花果等水果 每当春天来到 花朵开放 村里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到了夏天和秋天 各种树枝上满是果实 水果的香气流动在全村内外 村民们忙着采摘 采集各种美味的果实 有水果也有干果 孩子们在树下玩 老人们则坐在古老的长木桌子旁 说着久远的故事 今天的中文字读和写第八十一集 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